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起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马拉雅爹的儿子穆克利 他今天说了一句很废语的话 我看到他今天说了这句话 我很庆幸 他说他要申请加入国盟 而不是加入西盟 他今天说了什么呢 他说 在马来西亚 飞马来人 飞回教徒 你要做首相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的 但是前提是 我们必须要先 飞除掉那些多元流的学校 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华小丹小全部飞除到完 只剩下一个国小 OK 其实我告诉你 他这句话 短短两个重点 全部都是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两个重点可以说是风 牛不想起的 而且两个都是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在前阵子 几天前 他的爸爸 马拉雅爹 也刚刚讲了这个东西 我就当做我看不到算了 因为马拉雅 现在 他的政治影响力 已经是零了 他讲什么风话 我们不听就算了 马拉雅 几天前 就是说 如果 马拉雅人再不团结的话呢 好像 可能有一天 这个华人会做首相 讲的话跟哈迪阿王讲的话一模一样就是了 OK 但是今天呢 这个穆克利呢 果然是马拉雅的儿子 他今天讲了 跟他爸爸类似的话 就是 华人要做首相也可以啊 我非除掉华晓先咯 OK 好 我今天呢 我就针对 穆克利的这句话 其实也是顺便 针对马拉雅那句话 来跟大家的慢慢的 仔细的 分析一下这个东西 好 首先 第一点 我必须要 正宗的谴责 马拉雅父子的 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呢 就跟 这个回家党一样 正在 制造着 马来社群里面 那种 无谓的忧虑 制造无谓的恐慌 恐慌什么 恐慌就是 总有一天呢 这个国家呢 首相将会由 飞马来做 其实主要是讲 华人 他只是没有指明道姓 其实他就是讲华人 他们就是担心 有一天 这首相会给华人做 这政府会给华人拿去 这整个国家 会给华人拿去 变成跟 今天新加坡 一模一样就是了 所以我必须要先 谴责 这对父子讲的 这一个方向 他们在制造这个 马来社会的恐慌 这个马来社会呢 本来呢 就没有 必要 要 经历 这一种恐慌 当时呢 这个马来爹父子呢 现在正在 无限的放大 这种恐慌 我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我就是要跟你们 慢慢的分析一下 这种恐慌 是莫须有的 是不存在的 是违并提案的 好 所以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呢 首先 第一点 这个马来爹父子呢 这几天一直在那边 宣传一个东西说 华人可以做首相 所以我们来想一下 这华人可以做首相 在马来西亚 有可能成为事实吗 OK 虽然呢 每次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华人会很喜欢 讲那个东西 就说 哎呀 在美国啊 欧巴马都可以做总统啊 黑人做总统啊 在英国啊 那个啊 印度人都可以做首相啊 很多人很喜欢啊 这两个例子来讲 这样 会不会我们马来西亚有一天 华人也可以做首相呢 啊 我不是要破自己人水的 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几率是零 这几率是零 我这样说的几率是零呢 OK 首先我问你 马来西亚要做到首相 他的条件是什么 他的条件呢 就是呢 你在国会里面 你要得到超过半数的国会员 支持你做首相 你才可以做首相 我们现在国会里面有 222个国会员 这样意思说你起码要有 112个国会员支持你 你才可以做首相 OK 我们走的是西敏市制度 我们就是竞选220个国会 每一个国会都是一个独立的选举 你想一下 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 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呢 70%是土著 这70%土著里面呢 50多%是马来人 再加上一个10多%呢 是那种 沙巴沙瓦的土著 70%是土著 华人呢 现在只剩下20% 出一点点罢了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数目是一直在掉了 接下来很快会变到20%以下 而且还不止 我告诉你 华人的劣势呢 不单单只是 人口数目上的劣势 华人还有一个更大的劣势就是 华人的人口太过集中在城市了 怎样说集中在城市呢 华人的人口那20多% 不是说遍布全国 分散散 在全国每一个选区 每一个选区都有20%是华人的影响力 没有这样的事情 华人高度集中在城市 我给你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 这一个城市呢 是有10万个选民的 然后这10万个选民里面 8万个是华人 这样你想下来 你华人本来已经很少了 你8万个华人集中在这一个 城市选区里面 虽然说啦 反对党是包赢的啦 我现在也不能说反对党包赢 我只能说是 偏向西蒙那边的 政党是包赢的啦 但是包赢又怎样 你要浪费掉很多 华人票喔 也许这个8万个的 华人选区呢 你可以赢 几万张票 你可以赢 7万张票 都好啦 但是 其实呢 在我们的西米斯 制度之下 你赢一票也是赢 你赢100万票也是赢 所以你赢太多票的话 其实是浪费的 多出来那些票真的是浪费的 没有用处的 多出来那些票 所以我就告诉你 华人呢 在 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之下 我们要面临两种劣势 第一个劣势是 人口数目上 已经是少过人了 第二个劣势就是 人口集中在少数选区 对于全国 222个国会选区来说的 华人可以控制的选区 真的是太过少了 所以 我们的政治影响力 华人的政治影响力 要被减半再减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请问你 华人怎样做首相 华人要做首相的话 第一个前提是 要过半的国会议员 只是你这个华人做首相 你才可以做 如此一来的话 我已经跟大家解释到很清楚了 华人可以控制的选区 有多少个 我老是跟你讲 其实50个不到 华人可以决定生死的选区 其实50个不到 我们有222个国会选区 你华人给你去到近 你只可以决定50个选区 你只有1 4分之1吧 你怎样去做首相 你要1 2分之1才可以做首相 而且还不止 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 在人口跟选区有着双重劣势之下 马来西亚 在大选的时候呢 我不管你是两限制还是三限制都好 所有的政线所排出来的阵营 他们一定有分配一起的嘛 就要比如想国阵 国阵就是有 巫统 马华 国大党 三大 民族 分配选区 西蒙也是有 西蒙也是有 新东党 公正党 晨信党 分配选区 你分配到来的时候了 你一定啊 华人 的政党呢 可以拿到的选区呢 一定是少数了 因为你华人少了 而且你华人的 集中的选区又少了 所以你华人可以分配到政党 的议席一定是比较少了 相比之下呢 马来政党可以分到的议席是比较多的 OK 我现在我不说选举过后是怎样 我现在我就告诉你选举之前 你华人政党所分配到的议席呢 就已经少过人了 我就算给你升到完啊 又怎样 你升到完的话 你那些议席本来都不够让你成为首相吗 OK 我今天我已经分析到很细很细的了 这些东西只要翻译给马来人听 马来人就会彻底的明白 华人根本都不可能做首相 你想下在选举之前 华人政党可以分配到的议席已经是不可能让他做首相了 跟莫说 选举过后他也未必是100%胜完的 所以 选举之前 这个华人政党竞选多少个议席就已经决定了 他是不可能做首相了 我们跟新加坡怎样比 新加坡80%以上的人民 是华人 我们这里的华人 只有24% 怎样比 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任何一个马来人 如果跑来跟你讲 他担心 华人会做首相 我就跟你讲回同样的东西 你回去想一下 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数学题 华人怎样做首相 我不是要灭自己微风 我只是向大家阐述一个现实吧 这是第一点 我讲完了 华人会不会做首相的事情 我还要说的第二点就是 我们必须要谴责这个马蝶父子 一直在散播这个华人可以做首相论 我们必须要告诉所有的马来同胞 一句话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马来西亚的华人 真的很念做首相吗 我问你 我不敢排除说我们华人不想做首相 但是 我想问你是 我们华人的政治诉求 第一条就是华人要做首相吗 我这样问你们就明白了 No 没有人想过华人的 第一个政治意愿 就是华人要做首相 从来没有 这个完全是马蝶父子 还有回家党啊 把这个 栽赃在我们头上罢了 华人的政治意愿 绝对不是做首相 这个东西 马来同胞知道吗 马来同胞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 马来同胞一句话就是 华人 要的政治诉求 并不是做首相 华人有很多政治诉求 华人是希望 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这个国家可以公平一点 然后这个国家的少一点贪腐 然后这个国家呢 可以进步 可以繁荣 这就是华人要的东西 从来都没有一条是 华人要做首相 我一定要做首相 我不做首相 我会死 从来没有这一条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就要反驳这个马蝶父子 这一句话 华人从来没有 说 一定要做首相 这从来都不是 华人的政治意愿 好 我现在进入第二个 也就是马蝶儿子 穆克利讲的第二样东西 就是 你华人要做首相啊 可以喔 你废除华小先喔 这完全是 风马 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华人要不要做首相 跟要不要废除华小 一点关系 都没有 我觉得他是顺便把这把火烧去华小 我即便给你废除掉华小 全部人都只是读国小 我问你华人怎样做首相 你想像 我刚才说的 你华人要做首相的话 你国会里面要有 112个国会议员 支持这个华人做首相 这样你想一下 这个华人政党 根本就不可能拿 超过一半的议席 丁多也是50个议席 他怎样做首相 所以 我们讲到来 跟你度华小 度国小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非常的厌恶这一点就是 为什么要把这把火烧去华小 没有必要的 是默许 我是伪命提了的 华小是彻底的无辜的 在这一个事情上 所以呢 我希望了 大家呢 可以了 正面的思考这一件事情就是 华小 跟这个 华人要不要做首相 一点关系都没有 纯粹是栽赃家伙 好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 收睁 让我们下个人的电影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